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好久不見 這個年假期非常的多 那麼你過得如何呢 什麼七上八下 我知道 因為在年前你一定是 不斷的聽到很多空方的言論 來影響你的操作 譬如說叫你要怎麼樣 把股票賣光光 空手過年 因為不知道這個年要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假期這麼長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股票通通怎麼樣 幹掉做肥料是不是 亂七八糟我講過了 如果用這樣的一個邏輯來操作股票的話 那外資要放年假了 把股票賣光光 台股剩下1000點 因為外資有幾兆的股票 對不對 所以這是完全一個錯誤的邏輯 我說過 我在封關日的那一天節目就講 股票市場投資 它是一個延續性的動作 一個多頭的市場 它會不斷的延續一段時間 那當然相反的空頭市場也是一樣 那在封關前的時候 台北股市是多頭走勢 在封關的節日 這個最後一天 我的節目裡面就講了 我講半導體 我舉台積電聯電 對不對 鋼鐵股 我給你看中鋼 鋼鐵股 我說這些多頭的股票 在王冠AI系統裡面呈現的就是 對王冠紅多方的走勢 那麼我說過了 過完年開紅盤 它依然會是多方的走勢 同時我也有跟大家報告 我說比較弱勢的 就是貨櫃三雄 對不對 我舉例舉最大的族群 這麼多人有貨櫃三雄 我就說 這個如果是在空方架構 過完農曆年 它還在空方架構 對不對 好 那畢竟那是少數弱勢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各位看一下有沒有 漲了560點 成交量到3000多億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簡單 年前有太多的人 把股票賣光光 被空投老師的言論所影響 對不對 賣的好安心過年 結果這個年越過就越忐忑不安 為了什麼謎 看到美國股市 那個半導體創新高 大家怎麼樣 想說完了台北股市 過完農曆年 像老船長講的一樣 這個半導體 連電台積電要衝了 有沒有 你們去看我風關日的節目 重播了十幾天 對不對 這個沒有辦法騙人 如果我沒有講 風關日我沒有這樣講 就每一個觀眾賠5億 8000萬新台幣 我還把個股舉例給你看 從王冠的系統裡面看 連電台積電都是多方走勢 所以開紅盤它繼續的漲 老船長你真的有說 我今天的節目一開始要先講 所謂的空手跟空單 最大的不同就是 空手你就是很萬壇 沒有賺到錢 對不對 應該要相信老船長 要報股過年 首先你先把台面上的分析師 做一個統計 告訴你空手的 安心過年的 是哪些分析師 告訴你要報股過年的 又是哪一些 報股過年不能隨便亂報 你報貨櫃三雄 不報還好 對不對 你要報對股票 是不是 好 那空手的人沒有報到股票 開盤傻眼了 怎麼辦 追 有很多人選擇追 所以成交量才會放大到 3000多億 看到了沒有 這些人就是被空頭言論給害的 他們如果報股過年的話 對不對 大家都報股過年的話 今天成交量不會那麼大 就是封關日前 很多人都在賣股票 對吧 所以今天都進來搶 那今天的成交量大 當然你要搶 一定要有人丟出來 不過有些股票漲停鎖 你是買不到的 好 那丟出來這些人又是什麼心態 他說我報股過年這麼多天 是不是 總要有點報酬 那你們這些人空手的進來搶 那逢高 我怎麼樣 倒給你們 當然啦 這樣子做我們不能說他不對 至少他賺到了他應有的報酬 對不對 可是從投資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你都不要賣才對 因為這個盤還會漲 漲什麼 等一下我會講 你不要急 那空手的人就是這樣的遭遇 今天可能跑去追 那可能要追在最高點 是不是 好 那還有一種叫做空單 空單跟空手最大的差別就是 空手就是我沒賺到 對不對 頂多萬坦 但是空單是如果被嘎爆的話 要拿錢放人的 懂不懂 你就賠慘了 那我在年前 我有舉例過一檔股票 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八九九六 各位看一下 八九九六 有沒有 他的名字叫高麗 我說這是一檔主力股 他的漲幅已經超過了 他的基本面的怎麼樣 應有的價值 換句話說 我認為他有點超漲 可是我說過 因為有主力在裡面 你不要看他漲 本益比過高 看他不順眼去空他 我大概是第七次來 第八次講這檔股票 那很多的投資人不相信 不信邪 他從這邊 空單是從這邊開始 一路暴增 就一路嘎上去 那今天 來 八九九六 你看 今天很多空單也許補在這 我不知道 要等晚上來看 那你這些空單如果補在這邊 你是不是愛在最高點 那這種主力股 他有可能怎麼樣 一方面要軋空 一方面他要殺多 要修理進來短線的有沒有 來強短的 早上買在這裡的 我說過 我不推薦這種股票 他已經怎麼樣 本益比過高的 所以你去買 也是你完全怎麼樣 不相信老船長 隨時有可能怎麼樣 會殺多 等於多空怎麼樣 看好 雙八 你不要去玩 你可以看表演 明白老船長的意思嗎 那高利的股票 龍卷非常的高 卷之筆都是已經怎麼樣 爆棚了 明白嗎 有沒有救 當然是沒救 對不對 你早點相信老船長 你不要去空這樣的股票 因為它是在 王冠紅的架構 你是跟天界膽 我們的王冠系統 對不對 是多方架構 我沒有叫你去做多 因為這邊已經王冠 不知道 38紅了 你還在做多 太誇張了 對不對 哪裡可以做多 這邊 對不對 那要不要放空 當然不行 所以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說 如果說 你有這一套系統的時候 對不對 你在這邊 你是頂尖的操盤手 沒有任何分析師 可以騙你 可是你卻選擇這一邊 所以人生有的時候一個選擇 就注定了你是窮光蛋 或者是你是富豪 對不對 我的老師騙我 我這個被他的空頭言論所騙 對不對 我還交了會費 那你多被扒一成皮 你除了空單輸到爆 你還要再交會費 那他可能怎麼樣 就是不希望你退費 他就安撫你 乖 2月30號 老船長都破解了 2月30號 你就可以怎麼樣 空單了 賺錢回補了 那你就慢慢等 看看2月有沒有30號 那如果說 你有一個操盤的工具 再加上老船長帶你 你想想看 今天你會有這樣的一個遭遇嗎 去放空高利被嘎爆 對不對 那會嘎到什麼時候 就看什麼 看阻力 不是看基本面 壓本面 科學面 王子面 牛肉面 不是 是看阻力 阻力他看他的心情 懂嗎 像今天這個 你不要以為他要開始跌了 然後你今天看到要去空他 搞不好明天又漲 那老船長沒有辦法判斷這種股票 他的漲跌 我只是告訴你 按照科學的角度 我們不會被阻力嘎空 反而如果要做多 可以賺到翻 懂嗎 好 那除了高利之外 有沒有更凶狠 我告訴你 有一檔股票 超級凶狠 叫做什麼 叫做8478 東哥遊艇 沒有錯 注意 這嘎出人命 東哥遊艇 今天收盤不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跳上來 看到沒有 8478 嘿嘿 重頭獎 開盤就是收盤 一架到底 這叫關門放狗 有沒有 還鎖8000多張 這一張41萬多 這不是4萬 是41萬多 一張41萬多 可以鎖8800張 這叫東哥遊艇 他的漲幅已經超過 他的基本面 基本面很好 也很賺錢 但是很多人看他不順眼去空 你知道嗎 他的券 比如說有1000多張 不是 他的融資有1000多張 他的券有900多張 換句話說 他的券資比已經 快要到100%了 等於所有的資 都被人家拿出去 怎麼樣 被證券金融公司放出去 讓人家借券 空單已經等著怎麼樣 在那邊兩個字 就是完蛋 怎麼辦 有沒有 跳上去了 那你去想 你本來做多可以賺錢的 你為什麼要去放空 對不對 因為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你沒有辦法成為頂尖高手 因為你沒有這個 但是你卻選擇了這樣子 那過年怎麼辦 忐忑不安 這個東哥遊艇到底怎麼樣 各位看一下 來你看 請導播照鏡 東哥遊艇在封關前兩天 有沒有 一二今天往上跳 有沒有 可以做多了 又翻多了 這一天又翻多了 所以你不要去空他 明白老船長的意思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當然啦 剛剛講的這個高麗或東哥遊艇 有這些空單的不要來找我 我沒有辦法救你 我不會想要騙你的會費 然後說我可以來救你 你來找我 我不是這樣的分析師 我直接告訴你 我沒有辦法救你 也許神仙可以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有多單的朋友 更是要按時收看喔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悔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我記得在去年 這虎尾的時候 虎年的尾巴 不是雲林的虎尾 我知道有些虎尾幫很有錢 在炒股的 有在看小弟的節目 那這個謝謝捧場 請繼續收看 並幫我按讚轉發 謝謝 那麼 我講到一檔股票叫穩帽 我說穩帽跌得半死 對不對 但是它翻多了 各位注意看 老船長你真的都有講 好恐怖 你的這個節目像恐怖片一樣 對今天噴上去的 對今天噴上去了 我在虎年尾巴的時候我就講 我說這檔股票 本來跌得半死對不對 為什麼轉強 為什麼 第一我們的系統告訴你轉強 有沒有 在虎年尾巴的時候就轉強了 我說穩帽你不要再去放空它了 對不對 也不要再賣它 它翻多了 而且我把原因告訴你 我說它今年賺的錢 會比是去年的一倍 你不要老看去年 股票是看未來 老船長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看我的節目 小弟有在做功課 有在研究 我直接告訴你 想起來了沒 老船長你真的有講 你就說 這個穩帽它會開始大漲 就是因為它賺的錢 2023會比2022多一倍 所以它會怎麼樣 從政雄風 你有多單的 不要賣在阿呆股 對不對 那麼有空單的 你就怎麼樣 要趕快去回補 不要去空這樣的股票 果不其然3105 有沒有 有沒有 看到沒有 上來了 很漂亮 好 那麼再講一檔 叫做公司虧損 但是股價嘎死人了 各位看2201 這個老船長都講過很多次 他的名字叫育龍汽車 對不對 往上噴出去嘎爆了 有沒有 什麼時候做得多 這裡做得多 小朋友都會 會不會賺翻 會 所以你有我們的系統 來看這邊 你不但不會被嘎爆 你還同時是超盤的 怎麼樣 頂尖的高手 而且會賺到翻 但是你選擇這一邊 好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2201 來2201 好 你看 育龍也是差不多啦 也幾乎一架到底 你有空單沒有補的 就差不多完蛋 關門放口 鎖3萬多張 老船長 這家公司是虧損公司 有沒有看到 對虧損 你看它不順眼 對不對 你就要去空它 我說過你不要空它 它有題材 裡面有主力 題材就是三個字 電動車 明白嗎 如果育龍真的成功了 跟鴻海合作成功的話 那它不見得會輸給特斯拉 因為台灣的整個電子業的 這個產業是全世界 我們講綜合起來最強的 要什麼有什麼 你電動車要的所有東西 台灣就地都有 所以我也很看好 育龍汽車發展電動車 但是它目前是虧損公司 明白嗎 你如果要做多的話 你就看看就好 還有很多公司很賺錢的 沒有不是虧損公司的 至少你不要去空它 我剛剛講的這四檔股票 卷資比都高達五成以上 都被嘎爆了 對不對 我希望沒有你 好不好 那我 就是說你如果是 不但有這些 而且你是參加了 投顧老師的會員 那你就等於再被扒一層皮 而且沒有救 我沒辦法救 而且我有輪帽 跟育龍的空單 老船長沒辦法救你 你不要來找我 好不好 好 那麼 那麼這就是空手 叫做少賺萬壇 但是有空單的被嘎爆 現在不知道這個年要怎麼過 接下來的玉兔年 金兔年也好 whatever 不知道該怎麼過 他們就是一念之間 為什麼這些投顧老師 這些胡說八道的空頭言論 會把你害慘 為什麼 老船長講過 如果今天你有一個工具 誰可以騙你 誰可以害你 沒辦法 對吧 可是你沒有 那誰永遠是對的 就是市場 像老船長說封關的時候 我說我看好半導體 聯電台積電就噴翻了 然後我說有一個族群 你們要小心 全世界解封之後 美國要選舉要搞基礎建設 美國多大基礎建設 對不對 惡屋戰爭 打來打去 坦克有沒有 你們看那個坦克 坦克那個炮管 如果一直發射的話 連續發射不用多久 炮管就廢掉 因為溫度太高 所以你看那個坦克 它都不能夠連續發射太多煤 你明白 不是說你在那邊 可以一直發射 沒有這回事 懂嗎 那它那個炮管用的 不是一般的鋼 是用合金鋼 你知道嗎 所以說 在惡屋戰爭的這個催化之下 合金鋼 我跟大家報告 供給需求 需求會增加很多 因為除了這個戰爭之外的話 你說航太工業 疫情期間 對不對 航太 大家都 飛機都不飛 大家都在國內 是不是 那麼現在疫情復甦之後 很多新的飛機要出來 航太工業 對不對 那基礎建設 又是軍工 各位想想看 集這一生的 就是鋼鐵骨裡面的怎麼樣 我們現在來看一檔 比如說我們先講華星 1605 各位看一下 1605 我們來看看 如果有安裝系統的話 有沒有 華星今天又翻多了 你要注意 因為它橫向整理太久了 把大家都洗下車了 今天發動 來 各位看一下 1605 有沒有 它是被歸類在不鏽鋼產業的 聽到懂 鋼線鋼材的 華星 這公司很賺錢 對不對 今天怎麼樣 噴出去了 老船長講的鋼鐵骨 當然龍頭 我在封關就講中鋼 中鋼有沒有 從底部怎麼樣 翻揚上來了 這後面為什麼 中鋼其實不賺錢 中鋼跟他們比起來 是算比較不賺錢 不是說完全沒有賺 你不要誤會 它去年前三季才賺1.48 你看華星 已經賺到5塊多了 各位懂意思吧 所以華星是比較賺錢的鋼鐵骨 明白嗎 中鋼因為它是龍頭 其實它還是有賺錢的 中鋼現在從底部上來 你要注意 2002 你要注意 從底部上來 可是華星不一樣 1605 華星是高高在上 那下一檔華星是誰呢 也就是我在封關講的 叫龍鋼 5009 注意看 叫龍鋼 華星已經噴出去了 龍鋼的線型 本來比華星還要強 它還要強 我認為它接下來 也要噴出去了 為什麼 第一個 龍鋼也是非常賺錢的 它現在股價才三十幾塊 去年腳拉拉賺半個股本 那麼我們從這邊來看 5009有沒有 5009 這是我封關就講的 在多頭架構沒有問題 它生產的就是合金鋼 合金鋼不是一般的鋼 它是比較怎麼樣 強的 它是比較高端的鋼鐵 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些航太軍工 都要用到比較高端的 所以你看華星對不對 龍鋼 甚至我們看母機中鋼 這個鋼鐵類股 我在封關那天有講 它是在開紅盤之後 會往上走的一個族群 我拿它來做例子 你們去看我封關那一集 1月17號 如果我沒有講 每一個觀眾賠5億8千萬新台幣 那老船長 你為什麼這麼有把握 第一個 我的專業 對不對 我有在研究 我有在做功課 第二個 我有王冠AI系統 我把這些股票叫出來看 它們依然是多方多頭架構 又有這麼強勁的基本面 所以說你去想 你用一個王冠AI系統 再加上一個古海老船長 對你來說應該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現在的情況是 空手過年沒賺到錢 甚至空單被嘎爆 你想想看 那個差別有多大 所以現在是玉兔年 金兔年的開紅盤第一天 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你今年還要像虎年一樣嗎 對不對 你虎年輸了這麼多的錢 你希望金兔年能夠怎麼樣 翻身的人 你要去想 你希望翻身就會翻身嗎 我個人認為是不可能的 股票市場散戶年復一年 不斷的輸 最後到離開股票市場說 股票賣掉的 他們得到的心得是 股票賣掉的 一句話 其實不是 是他用同樣的方法 他期望獲得不同的結果 各位觀眾你們講有可能嗎 我常舉例 小朋友天天調皮導彈都不念書 然後希望自己讀最好的學府 你認為有可能嗎 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有方法 對不對 一定要有改變 我希望在今天開紅盤的第一天 你能夠感受到 你要到這一邊來了 你一定要有一個操盤的工具 來幫助你 否則頭顧老師會騙你 對不對 那你就是這樣子了 是不是錢也輸光了 那你看空頭的言論 今天一定還繼續告訴你 這個是長假的 就睜眼說瞎話 他們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你不要退廢 假如你參加了會員對不對 錢已經騙到口袋了 那我說過市場是裁判 永遠是對的 市場告訴你空方就是怎麼樣 大敗 不用講了嘛 不用講了嘛對不對 老船長在封關的節目也預告 說盤會上去 你們去看 省準 我都是用我們的系統 我們系統告訴我們 就是多頭持續 哪一天翻空 你們收看我節目我也會告訴你 對不對 所以不要再相信空方的鬼扯淡言論了 他們不會認輸只有一個目的 怕被退廢 明白意思嗎 就一直凹到有一天大盤跌了 搞不好是18年後也不一定 所以不要再去相信那些 市場永遠是對的 老船長如果錯的話 你們也可以來批判我 好不好 今天是開紅盤的第一天 想想看老船長講的話有沒有道理 如果有道理你要不要做改變 你要不要增加你的操盤工具 現在開始撥打安裝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